早期市場的那個產品的需求 大部分僅限於市面上可以購買到的標準品 但是最近幾年客戶的需求多元 造就出來我們現在這個客製能力 這個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說我們因應這個市場 我們也增加了很多開發設計人員 就應付各地而來的訂單 我一直認為說一個企業要生產 除了說標準化要有能力供應廠商 第二個就是說客戶有特殊需求的話 你要有幫他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前加賀成立以來一直的核心使命就是說 替客戶提供一戰式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過往我們都是外包為主 但多量少量的情況之下 外包其實在品質控管或是交期上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幾年我們陸續導入許多高階的一些機台 車型複合機補足加工機 那我們的用意就是縮短這個多量少量的一個交期 那但是當我們案子越接越多 再加上我們本身的量產品 我們又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整個生產排程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數位系統的推動上面 我們持續導入一些系統 來幫我們解決生產排程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導入了低聯網 基聯網 然後我們導入了APS的生產排程系統 這就是為了要讓我們的產品 在生產安排上可以更加順利 那同時滿足客人對量產品跟客製品 不同交期的需求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加二經濟就發現說 未來的自動化生產是一定的趨勢 那所以在好幾年前就早於同業 發展出了一系列關於車床 以及洗床相關的特殊加頭 來輔助自動化生產 那我們這些加頭的主要特性 是它有內建的細密檢池的功能 在機械手臂自動上料的時候 去偵測到說 我的工件到底有沒有確實的 夾齒在夾頭上面 那這部分可以達到說 工廠完全無人自動化生產的作業 加二經濟未來主要設計 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 在ESG部分呢 我們產品能夠做到的是 在現行的一些氣壓 以及油壓源的能源 讓它效率化 讓我們產品在運作的時候 可以不用花費到 那麼多的能源去使用 那第二個方向是呢 我們要內建 智慧感測器的油缸跟加頭 我需要知道說 我的機台 它的生產狀況 它裡面的參數 到底是怎樣 那透過這些內建 感測器的產品呢 我們可以隨時監控到 這些產品本身的生產參數 那以達到說 我要預先保養 或是說 產品品質 一致性 穩定性的好處 那第三點呢 同步延伸到洗床上面的 夾持支具的使用 例如說大型的洗消 夾持支具 或是說中小型的多連型的 氣壓油壓夾頭 那它會有內建的隱藏管路 然後還會有 空間定位的確認系統 這次展出的產品是我們 所謂的全面風性 地板上性產品 那這個夾頭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主爪的兩邊 以及側邊呢 都做了全面風性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主要好處是說 可以避免我們加工時的切屑 進入到夾頭內部 造成夾頭的損壞 延長夾頭的使用壽命 那特別適合鑄件 以及斷件的乾式加工 我們這個產品叫做 大孔徑智能化氣動夾頭 或是斜氣式同步夾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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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產品的主要特性呢 它可以用氣壓或是油壓 去當動力源去夾持我們的工件 所以你的動力源就比較有彈性 設計上特別的輕薄短小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 相同的洗床工作台上 放置多組的字具 然後一次加工多樣工件 提升工作效率 設置的無限氣壓偵測系統 那它對於氣壓的設定值 以及它的準確值 設定是非常輕鬆簡單的 而且它可以隨時去偵測到說 我夾頭裡面的氣壓值 到底有沒有施壓 提出一些安全的機制 確保你加工的安全性 以及你生產品質的穩定性 面對更高效更智慧更永續的幾個趨勢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努力 在生產管理上面呢 我們這幾年導入數位系統 那目標呢 就是要提升我們的生產效率 由於有這些系統的導入 我們資訊的傳遞更即時更透明 可以讓現場單位的每一個員工 他們知道什麼時間點 該做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一種高效的表現 可以減少他們失誤的機會 同時提升工作的一個速率 那在更智慧這一塊呢 其實這幾年我們有注意到這個趨勢 所以我們也開始在我們的產品上 整合一些感測器 譬如說我們最新推出的這個 氣壓膠喉整合氣壓感測器這一塊 它取代原本傳統的機械式結構 它帶來的結果是更靈敏 那這樣的一個參數呢 可以更及時的提供給我們的客人 去有效掌握機台的狀況 那提升他們工作的一個良率 那在更永續這一塊 我們也開始呢 在廠內建置太陽能板 那同時呢 我們也在我們的電源監控這一塊 做了一些努力 我們開始建置一些電源監控的一個系統 那目標呢 是希望可以更了解 我們廠區整個用電的消耗 那這個資訊呢 對於我們未來在做生產管理安排上面呢 可以提供更大的一個協助